尼泊尔 尼泊尔它是一个非常神秘 也有宗教色彩的一个国度 他们遍地都是寺庙 所有的居民能够跟佛教的那些祭拜品佛像 能够融入一起 他们能够把这样的一种和谐的程度 也是他们对这个和平的一种向往吧 是他们一种心灵的寄托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学习的时候 也是带着一个非常敬拜的心 虔诚的心来这里学习 当我第一次在尼泊尔下飞机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周边的环境 跟我们中国完全不同 因为他们的文化地理环境 当我足迹尼泊尔文化 他们的佛教宗教信仰这一块 对我们的好客之情 看到了很多一厢分属的不一样的题材 来到尼泊尔的这几天感触也很深 触动也比较大 特别是看到尼泊尔这个木雕艺术方面 无处不在的尊教题材和尊教内涵 以及它鲜明的雕刻技法 让我们感觉到寿意飞浅 从它人后的尊教题材和丰富的尊教色彩 所展现的雕刻作品来看 发现尼泊尔的木雕艺术 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底润 我们去了很多很古老的寺院 从这个寺院的整个布局 它的一些佛造像的一些雕刻雕作方法 更多的是它的一些配饰 大量的采用了一些木雕的元素在里面 尼泊尔本地的木雕文化 主要还是以佛教题材为主 更让我很受益匪浅的就是 此次看到了几千年前的那种 古代的一种雕刻技法 用寥寥几刀展示出来 木雕的整个的这个形态 它们对这个佛造像 对这个动物总体的一些拉捏 这是值得我们 国内的木雕手艺人去学习的一些 我第一次在观察上面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 它们已经很早遗留下来的这种遗产 看到它们雕塑各方面的它的技能这一块 包括它们墙上 每个墙上的图案 包括它们佛像 它们法器 一个图案都是不同的 每个法器上面代表了什么一个意义 每个头顶上 包括它们的头上的大棚鸟 每个场景都是不一样的 遗留下来的东西那些技法 跟当下的这种技法完全有点差异化 我们在它那边上面 取得了很多跟我们不一样的技法 尼泊尔的木文化能够真正这样传承 它最根本的我个人认为 它是与佛教是有直接的关系 就是因为佛教的这个兴盛造就了大批的工匠 更多更好的去创作一些好的作品 此次考察的过程当中 当地的一些就是风土人情 一些建筑 将来有可能会在我的创作当中 我会融入进去 更多的是将传承了上千年的一些 雕刻的一些图案啊 一些技法啊 一些表现的一些东西 更多的去用自己的作品去阐述自己的思想 我这几天看到他们寺庙里的一些木雕啊 虽然他们已经经过那个岁月的流流 都已经风发掉了 有一些都保留的痕迹都已经很模糊了 但是他们所留下来的那些线条啊 还有各种图腾啊 像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去研究的一个方向 我们尽量在这方面 多去再挖掘 再去研究 然后再跟当地的一些木雕的艺术家 跟他们多交流 那把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 会发扬得更好 在接触到尼佛尔的这些艺术家 和他们的工作室工厂 看到的虽然他们的制作工艺和制作工具 还比较简陋啊 比较粗糙 但是他们的木雕艺术的那种精益求精的 艺术态度和不断认真的工艺精神 无处不在 艺术是相通的 那我们感觉到整个以艺术语言 表达出来的争交内涵 也具有非常他新鸣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非常感谢 这是国际木雕艺术的地方 从文化学会走至这次到尼佛尔的考察之行 这次考察之行对我们来说是别开生命 对我们拓展我们的国际饰演 提升我们的艺术境界和艺术眼光 我认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把中国的这些根雕木雕艺术家走出国门 来开始一些国际的交流和探讨 对于丰富国际木文化的内涵 加强和促进世界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希望国际文化学会 在培养中国艺术家的国际视野 提升我们的国际眼光方面 更多来走这些活动 走这些国内的艺术家走出国门 去探索和考察交流一些其他国家艺术家的 艺术思维和艺术技法 同时也希望国际文化学会 引进更多的国外的艺术家到我们中国 去继续一些交流 开始一些创作活动 对我们木雕的这些人来说 是一个能够跟他们近距离交流 多去学习一些技艺 我希望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来这个尼泊 我还想跟大家一起来 一起去探讨这个 一起去了解这个神秘的国度 神秘的活像 我们一起去努力学习 我很期待下次 能通过国际文化这次活动 各个的活动组出我们国门 在很多异地他乡的时候 能学到很多其他的国外的艺术家 这些技法技能 回国之后 我会跟我们自己企业里面的老师 各方面去提炼我们这次活动过程之中 每一个细节 包括我们拍了很多视频照片 各方面 我们会学习他们的制作过程 国际文化协会组织的这次活动 给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原来我们缺少的是平台 缺少的是交流的渠道 通过文化协会以后 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了外面的世界 因为文化与文化的交融 是更高的去提高 一个本民族的文化的一个拓展的 一个很大的空间 要想让本国的文化走出去 你必定你要带着艺术去走出去 走出去就是更好的 为弘扬传统文化 弘扬传统的中国木文化 来自走向国际 走向世界的更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完了也是激励了我们一代一代的手艺人 一代一代的木雕手艺人 与外在的一些木文化更好的去结合 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东西 让外界了解它知道它 往来更多的去融合一些中国的元素 把它扩展出去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好了 我们这边的最后一代的主要 是我们这一点都武装 在于它组的人 幻想让它去战结构 我们这边的最后一代的独装 在我这里还可以看好 在它组的人 我在它组的人 相当的一位东西 在我们朝鸾 在我们日常的过程 点出版的 美国的外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